开着要价8500万的法拉利上路 应该是一件很帅的情 不让下雨让这个场面有点糗 怎么说呢 因为这台法拉利啊 它是没有车顶的 这个驾驶呢 它只能边撑伞边开车 下雨天红色敞篷超跑 开在马路上已经够闲艳 但因为没有车顶 车主只好撑起法拉利的联名伞挡雨 超反差的搞笑场景 让大家看傻眼 连车主自己也忍不住牌照 发文自嘲 我就是一个傻子 当时车主疑似到保养厂维护后 遇到下雨天 但仍坚持开走车子 因为这一台法拉利 单座敞篷SP-1 要价八千五百万起跳 全球限量四百九十九辆 台湾只有六个人拥有 全车没有配备敞篷车顶 没有挡风玻璃 相当罕见稀有 影片一曝光马上引来关注 车主传出是台中太阳队一名股东 去年在台中体育馆的停车场就亮相过大家争相拍照 也曾经在台中的温馨路上奔驰 而郑业回又在雨中开车撑散 逗趣场景制造不小骚动 接下来猜对蓝文良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